因為老師七歲就從樹上掉下來 掉下來以後他基本上跟外界的聲音隔結 因為他耳朵聽不見 他聽不見這是人生的一個挫折 比如說是一個殘位子 人家不要的東西 那曾經是我想說他在創作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把這麼多的廢棄物 就是過去的東西 重新給他塑造一個新的生命 那個感覺就是他自己對自己的期許 所以說在顏色上面 曾經是雕塑 你就可以看到很自然的斑駁 自然的生命呈現在這上面這樣 比如說我們旁邊看到的一件作品的那個 加油喜事的那件作品 那那件作品它是紅色的木板 它沒有紅色的木板在塗紅色 或是它紅色的木板在塗黑色 它是把圓圓茂茂的重心 也是在歷史痕跡所留下來的色彩 也完全的呈現出來 我會想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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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多很不厭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